明天宗盛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宗祥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引进入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 逆逆的整理还有新闻回顾 带大家了解到一些生意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再去关注的议题 让我们在看这一议题的时候 能够看到它的热闹的部分 更重要的是它背后的一些结构跟问题的面向 那我们有Podcast频道 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如果有看三男时光惠客室的这个粉专 或者看我脸书的朋友 应该都会知道我最近都在看八尺门的辩护人的这一部 从电视剧然后看小说 然后我最近又把这个关小龙的摄影报导又找出来看 为什么会这么的这种让我觉得这个不断的把这些文本找出来 因为我觉得这部片实在是非常非常有趣 有跟我们前部平常关心的议题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大概在上个礼拜吧 我就在三男时光惠客室的这个粉专上面 把我们节目讨论过跟海上鱼工 海上鱼工有关的这些主题 我全部都把它整理出来 那昨天也刚好是我们录影的前天是这个原住民日 我也把这个原住民相关的议题都把它整理出来 那听我这样讲大家就知道这部片里头 跟我们关注的长期关注议题有关 那当然这两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议题 那这一部是这部电视剧呢 是以或是小说是以这个基隆八尺门发生的这个面门写案为背景 可是它背后其实有很多跟种族跟阶级跟劳动 跟这个政治斗争跟家庭关系有非常复杂的这些面向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很开心邀请到我们这一部的小说的作者 也是这部系的导演跟编剧 唐弗瑞来这里跟我们一起聊天 来一起分享 弗瑞你好 你好老师你好 对谢谢你拍了这一部这么好看的这个电视剧跟小说 对我觉得这个可以给我们这社会应该是蛮多的讨论 对啦其实当初写这个故事也是希望说就自己观察到的一些一般人可能看不见的东西 然后透过可能更大众化的方式让更多人去思考去讨论 刚刚在跟你聊天的时候你有提到说这本小说大概写完的这个 得知后得奖 然后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左右就开始开拍 然后大概一年多就开始上架放映 这个时间很短你真的蛮长的 主要是就是因为他一开始最早得奖是进文学的百万小说首奖 那因为他们其实想要做这样子的一个本土的IP 然后可以转化成影视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所以他们是一开始就很支持这件事情 所以也是因为有他们的推动才有办法资金或是人员能够很迅速的到位 然后把它拍出来 这部故事这本小说或者是这个电视剧我们看到里面的故事事实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复杂的议题 待会也许可以有点时间进来跟我分享你怎么去处理这么复杂的议题 可是我想第一个在选材上面为什么会选择这么复杂的议题 然后这个复杂的议题它背后又是主要的一些角色又是一些比较边缘的角色 所以这个故事既复杂又编辘 这跟你的为什么会这样子选择 然后为什么会这样子设定 跟你的生命经验成长经验有关系吗 其实怎么讲我们在创作故事的时候你会很清楚的知道 不只是主角 就是所有的人物或者是每个日常生活每一个人 其实在或多或少或多或少在某个分类上它都是少数 比如说我的族群是少数 对 比如说我的性取向是少数 不管怎么样 每一个人其实在某个分类上一定都会被归类的少数 那这其实就是故事的开始 尤其是主角 他必须是一个 他有一个某个分类某个特质是与多数不相容的 那当然在这个故事里面的设计 童宝居他就是阿美族原住民 都市原住民 对 那其他的角色 比如说这个Lina他也是一个看护工 对 那至于为什么要选这么边缘 这么好像比较争议的题材 其实我觉得应该还是跟我的法律背景有关 这么说 我在中正念法律系 后来毕业以后要去辅大念研究所 所以其实我在法学院里面待了将近九年的时间 那后来出去又做了五年的律师嘛 所以我在到后来其实你可以知道说自己在看待事情的观点 你已经很难跳脱从法律这个面向去做思考 那当初在创作的时候也是一样就觉得说 好我想要写跟法律有关的 那你知道法律人其实是 蛮自负的 就想要别人不敢碰我们就想要去碰 对 而且 而且其实法律的训练他其实就是在 思考人权的事情嘛 人权的事情其实就是跟少数有关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好我要写一个 大家都很争议的就是死刑 那死刑 主题定了以后 然后又再去思考说 有什么样的面向是没有人讲过的 因为死刑的故事其实 台湾其实已经有不少了 那我想到是一个族群的面向 就是说比较少过去好像比较少看到 从族群来看死刑这个制度 所以我就一开始没有特别理由 我就把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 那才慢慢发展出来整个故事 你刚刚有谈到你是这个法律的背景 但是其实法律人那一部分是蛮致富的 这个致富造成你的某种要去挑战 这个很少人去拍摄的题材 可是有时候在很多时候 我们接触到一些这个法律人 不管是律师也好或是法官也好 特别是法官 都会被他批评说是恐龙法官 然后所以会有什么国民法官 之类的概念就是要去解决这个恐龙法官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为什么会是恐龙法官 就觉得大家都只有关注在法条 大家都关注到证据 那其实我记得你在有一次的访谈里面也提到 就是说在法院里面的工坊 不太能够看到全面性的东西 我们会看到的是证据 看到是这个之间的关系 可是这部片子不是只有看到 传统我们对法律的那种观点 不是只有在那个法庭里面的工坊 他是从这个法庭里面的这些 争议以及人的争议 去拉到一个更全面性的东西 这也是跟你的法律训练有关 或者是你自己在当律师的时候 会有一些不同的经验 当然当律师你观察到很多 除了法律以外的东西 你必须要每天跟不同当事人接触 这些当事人有自己的故事 他的人生面临了不同的各种复杂的问题 所以当然多少你会知道 法律从来就不只是法律 不只是在法庭里面的东西 那这部当然又带到很多其他例题 有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他的主题 他的主轴故事的主线是死刑辩户 那其实死刑他 他真的也不只是法律 他其实是对一个人的总体检 对吧 你这个人是怎么样 来到这里 在这个时间点 然后杀了人 那这其实都是 在法律 在法庭上确实也是他会需要 去讨论的 各种背后复杂的因素 那所以 很自然而然的 你在创作过程中 你就会去开始思考 我今天这个故事里面这个死刑犯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才来到这里 那很自然而然 他的故事就会开始往其他地方发展 我自己在上课在很多地方 我常会讲 那个台湾非常经典的联系剧 台湾霹雳火 台湾霹雳火里面有一个台词 老文聪 他就讲说 人可以做新生 没人可以做政生 我觉得这句话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经典的有趣 就是说 没有人不想要过快乐 开心好日子 没有人要去犯罪 可是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 他背后可能会有很复杂的因素嘛 对啊 说实话 这个故事里面其实 尤其是在最 有设计一场 最后 童宝居 就是这个故事主角 他要在法庭上做截变的时候 其实也是类似这样子 刚刚的刘文聪的概念 就是 诸位其实都是很幸运的人 我们可以坐在这里 讨论这一个 我们该不该把他弄死 这个人 这个人的经历 或许我们从来不知道 我们从来没有体验过 那到底 这样子审判的 这个资格在哪里 他的 条件在哪里 对 那其实是类似的 对 我是蛮有感觉啦 就是说 我们好像一个 审判官 然后坐在一个冷气房里面 我们看到一大堆卷宗跟资料 我们没有经历过这个人的生命历程 没有经历过 他所遭遇到的各式各样的问题 但是我们只有看到这些东西做决定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大胆 可是在现实上面好像也都只能如此嘛 特别是你在里面有提到说 我们是不是要回来看用科学的方法去检定 这个应该是无产法 无产基准 无产基准 然后我们要去检定 但是这个也是在工法说怎么可能呢 或是什么叫做科学呢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在里面非常混淆的一种状况吧 对 其实 法律本来就是 法律有它的极限 就是你要 你要 审判 你要定罪 你一定是要按照这样的程序来 但是程序就是 它不是 这是一个现实 对 它不是上帝嘛 我们假如我们看故事 我们有个上帝视角 我们可以理解 前因后果 但是在 现实的世界里面 它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发生 所以 我的故事其实也在 在玩弄这个东西 就是我在最后 才让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过去 我们看到那些角色在法庭上的辩论 他们拿出的证据 他们想像的事实 其实都是有落差的 那这个其实 这个就是 我们现实生活里面会发生的事情 不过 我要先说一下 因为每次访问这种 安党戏 或者是影视作品 最困难的时候 就是你要让大家听得懂 又不能够爆雷 所以呢 但我们听不懂的时候 就赶紧去看戏 对 没错 或者是我们想 对 那个资讯也要一个防雷业 对 如果你已经 你已经看过的话 你大概就可以 比较能够进入到 我们在讨论这个面向 所以我们要符合不同的观众 事实上也不见的是 一个那么容易的事情 那这部片子 其实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参考的一些原型 比如说 你是在访问里面 也提到的这个汤英生事件 或是我们叫八尺门 大概就是早期的 叫基隆的都市原住民 这种聚落的情况 还包括一连串的台湾的海上 这个远洋漁业的这个碟写事件 对 而为什么你会把这些事件作为这种背景 那这些事件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 从 回到刚刚有提到 就是一开始死刑和族群 那这两个元素 其实 我很直接就联想到汤英生 因为他是非常 台湾历史上非常著名的 原住民的一个死刑案件 对 那我就开始去 当然就开始去阅读嘛 做研究 那一个问题就从我心里面跑出来 就是说到底 三十年前 三十多年前是汤英生 那假如这个事情摆到现在会发生什么事 那才慢慢的这个故事的雏形 才越来越丰富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会关注社会议题 包含远洋渔业的这种虐待渔工的事情 对 他很自然而然就结合在一起 所以说 到最后其实这些东西 还有包含那个海上铁血那些真实的案件 然后还有八尺门的这个东西 就是透过我阅读 就是我先有一些概念 先有这些元素加进来 找资料以后透过阅读 发现说有这些人 有这个地方 有这个时代的故事 有没有可能把它结合在一起 所以 它其实是慢慢的累积发展出来的 那我觉得对我来说 这个故事 它必须是写实的 对 它必须是写实的 就是那写实这个东西 尤其它是 它是一个怎么样 它是有一个跨幅在 时代跨幅在 所以我觉得 如果能够紧贴这些真实案件 或至少它是改编的 我们可以知道说它这些案件 曾经 就算是改编的 它也是真的有可能发生 在这些文化 这些历史脉络下面出来 那这个故事它会更扎实吧 所以收集了很多案例 然后 然后试着从中抽取我需要的东西 把它变成故事 这样 我觉得这部片子它 其实不只是改编 我觉得它的写实成分 可能比改编还要更浓厚 是吗 对 就是说 你有很多的几乎都可以对到说 这个人是谁 要讲什么样的故事 稍微改编 对 所以这个 这个是一个蛮厉害 这个反映出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真实社会 可能比戏剧还要更精彩 这是真的 对 就是你 因为我自己在创作 在写故事 就是有时候你看到新闻 还会觉得 这我都编不出来 这有什么可能发生 对 那它的确是发生了 对 但是在这过程当中 你阅读过哪些东西 例如说 可能是人间杂志 或是关小龙的书 或者是 你做过 怎么样去做这个田野的过程 人间杂志 关小龙老师的书 这是 必要 对 然后 我田野调查 最 做最多的其实是阅读 而且是阅读这个 论文 论文 对 就是我会去国图去翻 相关主题的论文 包含 海上这个 远洋渔业的 这个相关的 劳权的问题 或者是 这个 海上渔业的 我甚至会去读 怎么 他们远洋渔业的 鱼法 就是他们怎么捕鱼 对 因为我想要去了解这些人物 他们 在一天 他们的一天在船上工作 他们经历什么样的身体劳动 他们会面临什么样的这个 公食 或者是他们的身体 有可能会遭到什么样的伤害 透过这样子的阅读 我才有办法去想象 去更接近 贴近我的人物 所以 非常大量的阅读 然后 论文 那其实我觉得 我 我不知道是幸运 还是其实本来 论文的这样 这个 资料库 就本身他的主题 就非常丰富 我在 创作过程中 我的很多的 想要了解的东西 其实 答案都在里面 的答案 尤其是八指门 八指门 其实 有两三本 而且 时代有一些 蛮靠近的喔 大概是 2010年前后的 一些学生他们去当地去蹲点 去观察 去记录 那其实这个东西是非常珍贵 对我来说是非常珍贵的 因为 我假如要做这件事 我大概两三个月 那我透过阅读 其实可以缩短我 我收集资料的时间 而且他其实是非常精确的 你有到现场去看 或者是再去做一些访问吗 就是我阅读完以后 其实我 我会先阅读啦 阅读完以后 我会把我需要的资料 全部都整理出来 有了一个大概的故事方向以后 人物更确定了 我就会去找 跟我这些人物接近的 现实生活中的朋友 或者请大家去介绍 我要去做访谈 进一步去了解 就是我需要的东西 对 那我也会到 现场 就像海滨社区 其实我去了很多次 那 但是到那边 你也不是真的说 你一定要找到一个人去问 或是聊天 其实对我来说 更重要是感受那个氛围 去观察细节 就说在地上摆的垃圾会是怎么样 他是怎么收集这些垃圾 像故事里面有写到这个 他们有这个小农地在那边种野菜 其实那就是现场 你去看就看到了 那你就会去思考说 这些是哪些人在做这些事情 那他们又是怎么样去 去 这块地是怎么样 因为这个毕竟是公家的嘛 整个社区的嘛 对 大家是怎么分配 大家是怎么样去 这个资源是怎么样去运用 去流转的 那你就会去思考这问题 但是有些东西是 你要到那个地方 才能够感受到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 有什么样的内容 是你原本以为是这样 但是到了实际的阅读 或实际的到现场去访谈 或是观察 才发现 原来不只是如此 我觉得差距最大的是一个 我曾经访谈到一个参与远洋渔业的阿美族人 他就真的是曾经在远洋渔业上工作一整年 在外面 没有回台湾 那 像是这个他讲的 像是我 其实 影集里面和小说里都有写到 就是那个打巴掌 那个树立权威这件事情 就是他跟我讲的 OK 那这个东西呢其实 对我来说 虽然过去你阅读到很多虐待羽工的事情 你知道说船长和他们之间的关系 但是你没有听到一个人亲自跟你讲 这么直接 你没有听到亲自跟你讲 而且他是 他就是 他就是 你一上船不分青红照白 就是给你身体处罚 这个东西对我来说 很震撼 对很震撼 然后包含他的一些 后续他在船上的一些见闻 然后就觉得OK 这些东西其实是 你阅读其实是 没有办法取得的 一定是要你第一手跟他访来 你就会知道说他的一些观察 呀 这里面的角色很多 然后当然主角是这个 李明顺所演的同胞局 对 那当然他的演技重做工的人 或是甚至你要看他小时候演的这个杨阔 杨阔 都是一个蛮经典 或者是真的是 我觉得是蛮到位的 那但是我觉得是这个角色本身的一个设定 李明顺他是一个都员 然后是一个阿美族人 然后爸爸以前也可能在争取某种权益的时候 坐过牢 那但是他其实对他自己的身份是 就是不断的想要去远离的 他有点回避的 要回避的 然后但是他其实 为什么要回避 就是因为他不想要接级附近 是 但是他其实又扮演了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他又被你设定到说 我要去帮助那些弱势的人 他被逼得回去 然后跟他的族人之间 又是一个曖昧 不是曖昧 就是一种远离又亲近的这种关系 为什么你要设定这个角色 第一个其实最重要其实还是故事的需要 因为他是最重要的主角 那我们在思考故事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一定是先确认主角他的历程 他在这故事里面他有什么任务 他这个任务在一开始他的态度是什么 然后在最后他的态度是什么 他中间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 这其实是你在 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最重要一开始要思考 那之所以他把它设定成这样 我刚刚说故事需要 因为我需要他一开始 因为他有一个过程嘛 他不能开始和结束是一样 不能 他们不能一开始跟族人是很靠近的 然后到结尾他们还是很靠近 这样就没有故事性 一定要一开始他是 他们是有一个冲突是远离的 但是故事逼得他们必须要相处 必须要处理问题 他背后要回去 他不喜欢的那个地方 对 他必须要那这才有故事性 那当然这个是我刚讲是故事的 设计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当然他也贴合我找到的资料 确实有很多都员 或是第二代第三代 他们的内心的感受是很尴尬的 对 就他们回到部落的时候 其实他们已经脱离那个文化很久了 他甚至连足语都不会讲了 但他明明是亲人 对吧 那而且他也知道他身体里面流了这样子的血液 但他其实是格格不入 但他回到了这个 就是这个一般的我们说主流的社会 多数汉人相处的这个环境里面 我也不认为他们 就真的那么真心的认为 能够跟他们是同样的 他们他总是有一个那个隔阂在 而且虽然说 我说歧视这个东西其实 现在这个时代其实更多是为歧视 就他可能甚至不是恶意的 对 他过度的关心 过度的关注 其实反而会让这些 具有原住民身份的人 他其实心里也会有压力 那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有趣 因为他是非常微妙 他不是很显性的说我歧视你 我现在骂你怀娜什么的 他们不是这样 现在已经不是 就是他就是 可是现在还是有 还是有 但是大部分情况下 我们很有警觉性做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同保局故事 这个故事主要 他处在这个当代 他就是处在一个非常尴尬 那包含我对他的职业的设计也是 公社辩护人 他其实也是一个很尴尬的位置 他明明是法院的员工 但他的工作却要对抗法官 对抗检察官 明明大家下了法庭 其实可能办公室在隔壁 对 那他就是一个这样子的 而且要一起打篮球 是 浮上浮下 对 对我来说 这个这样子的人物设计 他对于观众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 大家想要知道他到底怎么样 我觉得那个蛮有趣的是说 我们这个社会里面某种的这个 算是政治正确的价值吗 或是某种社会的携带 都会希望原住民能够回来 为自己的族人发生 是 所以包括我们的一些这种 这种原住民的专班 或是其他的这种奖励的制度 也都会 譬如说要考驻人生 鼓励他们 不是要鼓励他们 但是你会发现在现实上面 我觉得就是另外一个矛盾 就是对同宝局来讲 我就是要撇清 你干嘛一直在叫我 然后我还说这个 这个这个要为我的族人干嘛 然后有点情绪 对 然后结果你就派他去 去跟他的族人去 去帮助他的族人 或是去跟他 去族人产生某种的对抗跟压力 而且你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同宝局他不是 那么全然的 把这东西推出去 他跟这里面的人 还是有情感连接 而且他还会去协助那边小朋友 是 对他还是有情感连接 他还是 尤其是他父亲还在部落 他这个东西是切不断 所以 等于是我把他放到一个非常 痛苦的位置 父亲也是一个 弑父的概念吧 你也用了这个弑父的概念 把他爸爸给 就是完全的排除 是 我觉得有趣 我们待会再回过头来谈 我觉得从东宝局的身上 会看到所谓的落落相残 或者说这部片会看到落落相残 会看到所谓的落落相助 然后看到落落相比 我觉得这是这部片很厉害的地方 就是把很多的矛盾跟冲突 然后那个纠结是在这里面 去呈现出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讨论这个话题 一名印尼其余工 杀害了阿美族正姓船长的一家三控制 被告是否认罪 不认罪 网友 翻译者 你为什么帮他 你真的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吗 我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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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我打你 不 不 不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宗翔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八尺门的辩护人的小说的作者 同时也是这个导演跟编剧唐弗瑞 跟我们一起来聊天 弗瑞你好 老师你好 对谢谢你刚刚在前面的过程当中 我们谨守奋计不让他爆雷 但是也希望能够谈得比较深入一点 深入一点 对对对 我们刚刚谈到同宝剧 然后我觉得整个里面 因为这部戏里面就把很多东西 我觉得蛮厉害在八集 然后把东西全部挤在一起 可是那个条理是分明 然后那个矛盾 挣扎 张力 我觉得那个都非常的到位 然后在这个族群里面的 刚刚因为你看到你是用族群的故事作文 你非常重要的一个素材背景 在这个族群里面我就看到有几个 族群之间的关联 例如说可能会有落落相比 例如说老童 他就是用他的过去在这个远洋 在这个做这个工作的时候 对照于现在的羽工 然后我们也看到所谓的落落相残 就是包括的这个原住民的船长 跟这个外籍群工之间的这种压力跟冲突 然后我们看到所谓的落落相助 就是我们看到同宝剧做一个公社被辩护人 虽然他可能是不甘愿的去做这件事情 他也来去协助这个阿布他去做这样的一个 一个帮他伸冤或者是帮他辩护等等 那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是这部戏里面非常有趣的地方 就是他落跟落之间 我们当然会谈到落落的相残 或是我们看到墙 好像都是墙漆落 但是有时候不是嘛 是所谓的落漆落 或者是说永远都在这个底层里面 然后只是换人当 是 其实这个很有趣 因为落落相残这个概念 我是写完以后 听到一些人分享 我才知道说OK 大家观察到这个面子 所以你一开始并没有去设定这样的 对 我一开始其实 当然我知道族群的强弱 然后我也做了人物的搭配怎么样 然后去发展故事 但是对我来说那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就族群之间的 你说紧张关系也好 或者是落落相助 他们彼此扶持也好 我认为那个 我人物族群设定好 他自然而然就发生了 所以 我说实在话 我在创作的时候 没有特别去思考这一块 但是 真的要讲的话 我还是 那个东西是我自己可以感受到 就是在写故事过程中 我也会希望 像落落相助 其实Lina 她其实就是对自己的族人 阿布她有一个怜悯的心 那这个其实跟彭正明和 那个船长 船长 他们之间的情谊其实是类似的 那 所以我反而没有特别从 族群强弱 或者是 哪一族跟哪一族之间关系去思考 我反而就是 还是从这些人物出发啦 这些人物他处于什么位置 他是怎么样族群 他面临这样子的问题 作为一个人 你自己想想看 我们假如到了 譬如说到了一个很遥远的地方 譬如说非洲某个部落里面 你讲的话你没有人听得懂 你遇到一个台湾人 你会很想要跟他亲近 跟他做朋友 跟他分享的 甚至帮助他的 是义无反顾 那这个我觉得是人性 所以 对我来说 不管是 弱弱相残 弱弱相助 或弱弱相比 他追根究底还是在人性 嗯 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 在船上 你刚刚讲说会嗓巴掌 对 然后我们看到 阿布在船上的时候 是被欺负的 是被浸在水里面的 可是 我觉得有趣的是 他跑到这个船长的家 船长看到他的态度 不是一个高高在上 是一个很凶狠的角度 在去面对他 好像不是把他当作 是是是 他的员工无工 对 他就变成是 好像还蛮亲切的 其实很少人 很少人讨论这一点 对 老师你这个观察 但是我必须要先澄清 就是说 再回答这一题我要先澄清 就是 我们刚刚讲到很多体罚 讲到很多虐待 不合理公识等等 其实我在调查 田野调查过程中 其实那个是非常非常少数的例子 就是说 就我所知 当然法律也在进步 国际的规约也在不断的在要求 那 台湾的渔船其实 大多数的 我知道的 听到的大多数的 他们其实是 希望能够遵守这些规定的 然后希望能够 符合 这法律 然后把工作做好的 所以当然 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是杨烈啦 对啊 不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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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但是大家可以理解 故事我们必须要有一些 坏人 对 这一次只能让你们当反派 但是 其实我也希望透过这个杨烈饰演的角色 洪正雄 来去 述说一些 他们可能有的一些顾虑 他们有的一些立场 那这个其实是试图做的平衡 但是 当然还是就是 就是有这个机会 对 就是说 不能一杆子打反应船 我的意思是这样 关于渔业的东西 那回答刚刚那一题就是说 为什么阵风群好像在那一幕 回到家里面 对 回到家里面 看到这个 私连移工来找他 然后他突然好像跟船上的态度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那这其实我是想要表达一件事情 就是说 第一个当然是阵风群这个人 就是我们观察这个人 我们在船上看到他这个 跟在陆地上看到他这个人 其实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 那这个很重要一点就是 因为船上的环境 其实基本上是非常 跟陆地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我觉得这个 任何人都是有不同的面向 你在工作室有工作的面向 你在跟家人相处有家人的面向 你在其他地方 不同的他会有 每个人都他都 都是有不同的行为 不同的反应 那不是说这个人他很虚伪 而是说现实的需要 船上的工作那么高压 他一出去就是一年 他没有捕到鱼 他这个 船长花了这么多钱 请他出去 他假如空手而归 他就没 他们赚不到钱 甚至没饭碗 那这些愚工对他来说 语言不同 但是他又必须要 怎么讲 就是必须要 因为这些工作都是非常辛苦的 他必须要给他们压力 让他们去把这件事情做好 不能出错 那有一些手段或许就是必要 但我不是说体罚是对的 但是你可以想像他们的那个权力关系 他作为 他甚至有点像是军队的长官 在这么特殊的环境 时空底下 他确实有一些非常手段 他必须要去 那回到陆地上 他们已经没有那个关系 没有那个关系 对那 所以这其实是我有意的设定 就是说 我们看到他来到 他要失联移工来到他家 他其实是希望他好好的 我们就把问题处理好 你可以回家 你可以回去 然后 我们 对 我们没有问题这样子 对那 这其实是想要做一个落差 当然也是想要为这些人说话 为这些渔民 就是 我们也必须要站在他们的立场去思考 他们在船 他们在海上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些东西 其实常常都是他们的压力 这当然会变成是说 看到人 看到人跟人的关系 然后看到人在结构底下的一些样貌 是 如果我们冲了中心 来去看洪正雄 就是看杨烈眼的那个角色 就是 我觉得那个角色事实上也蛮有趣 因为 他常常会讲说 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 我们的渔业 然后跟其他国家怎么怎么样 那我们这些船公司 在外面遇到状况的时候 政府也没有在帮我们 那某种程度上 你好像你在帮他说话 或者是说 对 或者是说他回到一个部分 就是他是一个结构 是 就是一个经济的结构 所以你会看到里面是一个 经济跟劳动之间的关系 是 那这个经济跟劳动的关系 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规则 好的规范 或是好的尊重 或是好的法律 那其实就会出现那种 不断的压迫 不断的复制 可能早期是原住民 后来就变成这些外籍的渔工了 对 没错 确实就是那时候也是想要表达这个东西 就还是老师你的用语精确 结构 结构的东西 那我们刚刚讲到 其实阵风群船长在船上和这些渔工 他也是一个结构 对 他也是有一个 有一个这样子的经济 或是他这个劳动 他的这个优势存在 那放大来看到洪正雄身上 那其实他就是一个缩影 就是说他作为一个这么大企业 几百亿产业的这样子的一个企业主 他要面临的 他要去思考 他要去解决问题 可能也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想象的 他这么多艘船长在外面 可能有海盗 对 这东西 国际的问题发生的时候 他要去解决 那是他的人 他的船 国家有没有能力帮他 或者是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 他的 他有他的资源 要怎么样去处理这些东西 我想 那些东西可能不是我们 日常生活中可以去碰触到思考 那也是故事里面想要多少带到一点 对于这样子的人物 在结构里面 他需要思考的是什么 他的立场是 我觉得这部片就是充满了各种的层次 以及层次的纠结 例如说从最底层的这一种 最前线的这个劳动者 然后到管理阶层 然后到这个老板 企业主 企业主 然后到国家的政策 可是这个国家政策 又跟下面的民意是有关系 特别是后来在台实行那一段 事实上很多东西是混杂在一起 但我觉得你这部戏里面有 就是这种 这种特质 事实上我觉得很好看的地方 例如说 Holy Marzo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 这个同宝区他就是 Holy就是神圣 就是我们在讲说 比较西洋的 对 然后打篮球这些就是所谓的 好像比较 法律人 对嘛 就是说 就相对这样的那个社会阶层比较高 然后移工就是踢足球 然后更高的就是打麻将 是 其实我 我之所以设计这些 并不是所谓高低之分 而是说 其实也很多原住民打篮球 对不对 这个运动是这样 那 我觉得更多是他的 他是怎么样的一个 历史文化脉络下来的 譬如说你说足球 对于印尼来说 他曾经被荷兰殖民过 对 所以荷兰其实他们的足球 是他们的 等于是他们最 最兴盛的运动嘛 那等于也连带影响了 印尼 他们 目前他们也是 非常迷足球的 那 那至于棒球呢 对台湾人来说 棒球是什么样的运动 从最早从什么时候开始 其实就从日本殖民时代开始 对 那棒球对于台湾而言是 为什么会这么大 这么迷 那最主要历史背景还是 当时日本殖民 把这个运动带进来 然后 所以你可以比较出来 我 台湾和印尼 他们迷的 迷棒球和足球原因 是有殖民历史的 对 所以我刚刚一开始讲 我并不是以族群强弱来去设定这个 这个运动 反而是我去思考 为什么台湾人喜欢这个运动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对比 印尼也被殖民过 我们也被殖民过 对 那我就觉得 我就把这东西放进来 那之所以保哥喜欢篮球呢 有一部分是因为我自己喜欢他的篮球 那我很熟悉这个运动 那再来就是说 他就是不想要 跟 打棒球 所以他就 他也是帮助棒球队啊 是是是 其实小说里面有写这一段 小说里面设定更清楚 保哥以前是打棒球的 对 他被教练说了一句话以后 他说我不想打了 他就是个性就是这样 他就 我不想 因为教练的意思有点像是说 你是原住民不打棒球 还能做什么 教练有一点点这样的一个给他 他就他就不要了 就是他有些的出路嘛 对不对 是他就他就不要了 所以说 这其实是我设定的一个原因 棒球足球 然后保哥 因为他的反叛的个性 所以他选择篮球 那当然这其实 也很巧合的就是 有了一个对比出来 那 那包含打麻将 其实打麻将这件事情 我想想看 打麻将 我不是很肯定说 他是不是有一个 我不确定 麻将是从外面 就是从这个大陆那边传过来 对 本来台湾就有 应该是从中国那边的文化 那 其实我当初设定麻将 反而不大有这样思考 我觉得麻将更多是 因为我们 也是一个对比啦 我们也其中有 影集里面有一幕 也有拍到说 海滨部落那些族人 他们也是在玩扑克牌嘛 其实扑克牌你要说也是外面来 但是 他其实是一样的活动 就是他 他不是赌博 他是 娱乐交易 对 然后是 朋友之间 族人之间 他的一个交易 那我也没有觉得说 打扑克牌或是打麻将 有什么高尚 或者是比较粗俗的分别 也没有 但是重点是 在哪个环境 然后怎么样 这个运动 譬如说扑克牌 他可以很多人打 但是麻将他就是四个人打 而且麻将必须是在一个小房间里面 对 更多是这种 对更多是这种 游戏条件 环件条件 来去做的设定 对 这部戏里面的演员 我觉得是蛮精彩 就是我刚刚也跟导演说 我其实喜欢戏剧是胜过于小说 是 这个导演的这种说故事能力 或是整个场面调度 或是演员的这种演出 还有他的情绪的堆叠 我都觉得蛮厉害 那当然 这部戏也有一个 除了他们表演之外 事实上在 在这个演戏的部分 很重要是语言 但是在台湾的这种所谓的对白 一直被批评 就是说 这个对白就是一个非常的不顺 是尴尬 很尴尬的对白 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很不一样 是他们的语言的使用 对 比如说 当然我觉得 我还是说实话 我觉得 这个李明顺还是有马来西亚枪的 是 可是Nina相对这样 我可能是因为我不懂的关系 可是你会发现 它其实是一个 相对上跟印尼的语言 那甚至 后来我发现里面的 很多的这个印尼人也是台湾人 是 有些印尼也是台湾人 所以这个语言的训练是怎么样的去养成的 其实我们 大概是在开拍前一个月左右 就开始做语言的训练 那当然你不可能在一个月要求他们精通嘛 最多还是从一些基本的发音 基本的文法 然后很快就进入台词的背诵 那当然这其实就是不断的反复的练习 就是我们会请专业的语言老师 来跟他们上课 对 然后 那当然我们那时候要求他们程度 希望是能够到 因为他们设定是母语嘛 他必须用母语的程度来使用这些语言 对 那 其实语言 一直都是整个 剧组在拍摄过程中非常战战兢兢 非常 非常 关注的一个 一个 课题 那当然第一个是因为他就是 人物设定他必须要真实 其实也包括排湾人要演阿美人 是 我觉得也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不是说原著都讲一样的语言语调也是不丑 苏打是周族的 对 他其实学阿美诸语也是花了一番工作 对 这真的不简单 真的不简单 那 那 我说剧组其实是非常关注这个东西 第一个当然我们必须要人物必须要 希望他是真实 他是活生生的 符合人物设定的 那再来就是说 语言也是故事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元素 他可以 语言的 你使用语言的时间点 然后对什么样的人使用 在什么样的环境你使用 其实他跟权力是有关系的 非常相关的 对 对啊我看到你我就对你说国语 我看到你就对你说台语 没错 没错 那个亲书的距离 没错 然后那个很微妙的 那我觉得这个是小说 没有办法呈现 没错 小说里面全部都是华语 那我们只能翻成华语 也不说只能啦 你就是把它标示出来 对 但是因为他是阅读的流畅度 没错 那 那个时候在写小说的时候 出版的时候其实 其实我一开始有坚持说不行 全部小说里面都要给我翻成外文 但是 用拼音文字吗 对 就是用他们的母语 就是他们的 对他们用的文字 不管是哪一个文 就是用他们的文字 或者是阿美语可能就是拼音文字 对 那用他 我那时候其实出版的时候 有这样子一个理想 对 但是你知道那本书 就会从这样变成这样 然后确实那个阅读起来是会 会有一些障碍 对是有障碍 就整篇都是外文 然后你要去看 对 对真的很困难 所以后来好吧我就觉得说 那 我把希望放在影集身上 因为影集它就是可以 把我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忠实的呈现出来 嗯 关于语言 语言 关于权力 关于族群的东西 我刚刚想到想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语言 使得我会觉得 影集比小说更有张力的原因 是是是 对因为你 其实那个感受是更强烈的 对 你是直接 听到 直接看到他们的反应 我理解你的感受 所以你在写脚本的时候 也有特意避免那个台式尴尬吗 你说台词的部分吗 对 台词的部分 其实我没有办法很肯定说 为什么有一些 有一些剧我们看了会觉得台词尴尬 其实 我不是很肯定 但是我自己在创作的时候 我都会要求我自己讲出来 OK 对 那我相信这应该是 这对我来说也是自然而然的啦 就是 我在写的时候我会模仿他们 我甚至是有点像是在演这个人物 怎么样对我来说是舒服的 那我就把它写出来这样子 在这个 不管是小说 或者是在这个影集里面 都有一个跟Face有关的笑话 对 那我把这段笑话念想说 虽然不是很好笑 在里面大家也是很尴尬 对 但是这应该是你这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说Face联盟曾经做过一项民意调查 台湾民众有将近七成是对司法公平性 缺乏信心 七成五认为这个台湾的法律只保障 有权有势的人 将近八成的人认为穷人比有钱人更容易判死刑 可是呢 最后都会做了一个笑话的那个 那个转折点 那个爆点就是 但是有八成五的民众支持死刑 就是你在讲 你在讲不管是台词也好 或者说在这个小说里面 你一开始说我要跟你讲一个笑话 是 那就把这个笑话也带出来 可是笑话事实上 也是一个蛮好笑的黑色笑话 是 一个黑色流波 很符合通报机的这个 对 这其实是这个 这其实是真实的数据 这个数据不是我掰的 这是就是 我讲应该是Face联盟他们做过的调查 真的不是我掰 那时候我在写小说的时候 找到这个数据的时候 我也觉得 就是很荒谬嘛 你就觉得说 你不能说会心一笑 但是你就会觉得 你说惨笑 就是 对 确实就是 这就是所谓的民意嘛 他其实是 民意其实是一个很模糊 而且其实 是很矛盾 有时候甚至是非常矛盾的东西 那 我自嘴把他写进来 其实 应该用意也很明白嘛 那 我们真的能够那么相信直觉吗 对不对 当一个人看到一个人杀人 我们就说他要被送到惩罚 他要死刑什么 这其实是非常直觉的一个情绪反应 但是 从这个民调可以看得出来 非常自相矛盾 对 那如果我们这么畏惧 这么 这么相信司法是会有错误发生的 那我们为什么可以在死刑这个上面 这件事情上面这么有信心 我觉得这蛮好玩的 就是这一方面反映出这一种 对死刑的看法 那死刑背后是有某种的价值 或是他认为所谓的正义公益 应该怎么样被执行 可是他其实也点出某种 台湾民众的一种矛盾性的 因为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就想到我在演讲的时候 常常会讲一句话就是说 在台湾很多的这个调查里面 都会觉得公共电视的可信度 信赖感最高 不是公共电视的收视率通常是最低的 我觉得这个其实 这个不是只有死刑与否 而是某种程度反映出我们的性格 是吗 这我故事里面后来就有写出 写一句话 给群众想要的 他们就忘记他们应得了 对 因为我们想要的东西 其实 怎么讲 我们人有情感 我觉得人有情感和理智两面 理智上我们知道说公事 譬如说你觉得理智 公事他可能他的新闻来源 他的资金来源 可以相信某种地方 相信他的公信力 但是我们喜欢的是别的东西 这是一个情感的 这是一个情感情绪的东西 那这东西 情绪的东西其实就不是那么 甚至你是没有意识的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 人本来就是矛盾 这种矛盾跟情感也是成为 你在戏里面政治的力量 怎么去运用 这种情感跟矛盾 然后持续的维护他的政权的一个很重要因素 是 对就是我们可以知道 你讲的这个 陈立秋这个法务部长的角色 就是 他 他有他的这个理念在 甚至我觉得到最后 他对这个理念 是有个情感在那边 有个情绪在那边 那 但是我觉得他是故意的吧 对 他是故意的 对 对 对 他的这个 理智战胜了 他的情感 没有我在看他的时候就一直回想 杨不悔杨不悔 杨不悔 OK好对 确实 没有了 就是我们这种年纪的人就会想 派宜君小说 有什么 有什么样的一个讲座 还把他的卡带找出来 对 对我有看到没有 有 对 我再回到现场 有点离题 但 那我觉得蛮好玩的 就是说 里头是谈的是一个死刑 好 刚刚谈到包括族群 包括移工 包括这种阶级的等等的问题 那其实我觉得 台剧最近这几年 其实也慢慢会把这样的一个东西 是拉进来讨论 对 他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 这种偶像剧 他会蛮多的跟时代有关 例如说宇俄的剧一代 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 对 那你怎么去看待这种 越来越把这种所谓的时事 特别是争议性的时事 拉到戏剧里面 或是拉到大众文本 这件事情的这样的一种演变 那这样的一个议题 要再处理成为一种 争议性的议题 要成立一个大众文本 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困难吗 嗯 就是我做 写这个故事 包含我之前写的 《童话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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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信心》 对 两个 这两个故事其实 就是试图在把 我所知 比如像是比较专业一点的东西 能够用故事的方式 一般 一般不理解法律的人 他也能够感 也能够享受 也能够沉浸在这故事里面 理解他背后的意义 那这其实本来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那当然他有他的困难处 譬如说 其实最直接就是 法律的东西 有时候一些理论的讨论 一些条文的讲述 他是很生硬的 那一旦观众注意力跑掉 其实他们对故事的理解 或对这些人物的感受 可能就没有了 所以 这是一直在 我一直在探索的东西吧 就是说 你要把一个事情 可能很专业的事情 把它讲得浅显易懂 那 其实在编剧上 当然有很多技巧 还有各种 譬如说你要重复讲 或者是 当然最主要 更重要就是 你必须要把它讲得很简单 对 那我之所以会做这件事情 当然也是很期待说 有一天 这些故事呢 看过这些故事 他多少可以 再回头想想 他过去对于某些特定议题 对某些特定族群 的想象 的观点 有没有不足的地方 或许可以再多思考一点 那我觉得这个是 大众文化作品的一个力量 对 他容易亲近 但是呢 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大家去多思考一点 我觉得传媒人 是广一的传媒 包括剧作家 包括导演编剧 或是记者 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就是翻译 是 就是一个传媒 就是把复杂的东西 艰深的东西 讲到大家都能够听得懂 是是是 那当然他的前提就是 你要懂一个复杂的东西 对 然后你也要有转译的能力 也有所谓的演说 对 或者是表现的能力 对 那在过去来讲 我们的文本里面 这种大众的作品当中 相对之下它是一个比较少 但最近这几年 看到的是比较多 我自己会觉得是一个很好 因为 这些所谓的大众的作品 不是只有提供我们一个想象 或者是一个逃避 而是能够让我们更贴近生活 因为他才是真正的大众嘛 是是是 因为你这些正义性的作品的 这些呈现 当然你处理得很好 但是会不会有些担心说 我谈这个东西 不只是生意 然后会不会觉得 不只是生意大家不想看 会不会觉得我触犯了某些人 让大家不想看 我必须说因为一开始在写 八十门辩护人的时候 是独立创作嘛 我并不是有拿酬劳 其实我就是想要写这个故事 所以 比较没有包袱 当然你会担心 你会担心说 就算他没有被拍成影视 他做一个小说 他其实也是很多争议的东西在里面 会很担心 但是 我不知道可能也是 自己的性格使然吧 就是 你对于 你会去想挑战 那 你知道这些东西很棘手 唯一的做法就是 你小心去处理 对我来说是这样 对 所以我们可以说是 没有想太多 也想很多 但是变电视剧 就可能又是另外一个 是 那这个 你也必须佩服制作公司 静文学 还有这些整个团队 他们也是非常 说实话真的非常大胆 他们真的非常非常大胆 那 但是对于创作者来说 就是 因为制作啊 然后 甚至你要拿到市场上去卖钱 这跟我的距离比较远一点 我当然 做一个编剧导演 其实我 关注的主要还是在创作上面 那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 我的自己的想法是 如果 如果做创作 你担心去得罪人的话 那你肯定讲不到 点上 你假如讲了一个很重要 有意义的 甚至是争议的东西 势必必要得罪某些人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取舍啦 就是你 你的立场 因为创作者不可能没有立场 对 创作者没有立场的话 这故事基本上就没有 没有价值 看起来就是软软烂烂 对 那装热一定有立场 但是 你能做的就是 你小心的去处理 嗯 这其实更高深的 就回到我们前面 谈到需要跟想要之间 是 它怎么样有 不是在去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这个大众 然后我们藉由他的这个 想要 然后提供可能 我们觉得某种需要的东西 是 我觉得这其实还蛮难的 就是蛮难的是说 这个本身的技术很难 第二 不会自己走歪 就是不会去讨好 这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特别是当你面临到一个销售的时候 对 这个是很多时候 这个投资者 他必须要去考量 对啊 其实 就是 八尺门的辩护人 当然小说出版也好 到现在影集拍完 上线了也好 其实 这过程中真的是 需要非常非常多人的勇气 对 他们相信不会走歪 相信不会被沿上 那这种相信其实 当然一个文本在那边 大家看过小说 会知道说 他是OK的 他 虽然说有些人会感到冒犯 但是他是有他的立场在的 是OK的 但是 改编成影视 其实他的可能性 或是他的变化又更大 所以真的 必须要佩服整个团队 所以是非常有勇气的 对 你本身是律师 然后也是小说家 对 然后现在又多了 也不是现在 之前就开始有导演 然后还有包括编剧的身份 这四种身份 你最喜欢哪一种 或者是哪一种 或者换另外的方式 问好了 最好再问说你喜欢当 你喜欢演戏的 还是喜欢唱歌 这样你全部都很喜欢 整个问题 但是你的身份 比较不一样 那我想问是哪一种 你觉得你最容易发挥 或是你最好发挥 编剧啦 编剧啦 我觉得编剧对我来说 受到苦 可能稍微少一点点 我觉得 其实你要说律师 作家 编剧导演 都是很苦的 都是很苦的工作 都有他的压力 有时候压力 甚至是 就是真的很大 但是编剧 对于 我自己感觉 因为我自己其实本来就喜欢写一些东西 所以可能是 稍微有一点点天分在那边 所以对我来说 编剧虽然痛苦 但是 真的要比的话 是相对来说 稍微舒服一点 哪一种能够最容易发挥呢 发挥 我记得你有讲过一句话 就是讲故事就是 也是一种对抗权威的方式 是 对 但律师好像比较不能够讲故事 可是写小说做创作比较容易讲故事 对 当律师当然你只能关注在个案 你经手的 你处理的大部分都是个案 当然你可以透过一个个个案去 改变整个 整个价值或整个环境 当然是 是这样没错 但是 他 最终还是要回归到这个 这个当事人需要什么 这是律师在考虑的 但是你创作故事就不一样 你可以更全面去思考 就像我设计洪正雄 你可以 你也可以让这些我们看似反派 他确实就是设计为反派 但是他们有他们的立场 对 你能说他们 说的每一句话都是错的吗 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价值在里面 也不行 对 这些都是故事你可以去考虑 然后放进去的东西 所以 对 就是 那 故事 我之所以说故事是对抗权威的一个方式 因为故事它更容易走入人群 大家更容易有一个更亲近 对所有人更亲近 那 它很容易 它可以很容易变成一个对话的起点 那当我们有一个起点 我们可以更容易取得共识 其实对于 这个 所谓的权威来说 这件事情其实是 是 是 站在对立面 我当我们对一个 少数的 对一个人权的东西 我们越来越有共同的共识的时候 权威必须要 必须要扶走 对 所以故事不是只用来擦脂抹粉 确实是 不是那种帝王叙事 不是那种东西 而是它可能从民间 然后发挥出某种的 对抗的力量 是啊 是啊 就是 对啦 我觉得它可以做到一个串联 一个取得一个共识的 一个很好的开始 嗯 最后一个帮大家问的 会有下一季吗 哈哈 一堆人在敲碗 哈哈 因为小说就停在影集 停在了点 我想说你要再写一本小说吗 对 我只能说 稍微 看大家敲我大声还是小声吗 稍微正客一点说法 不排除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OK 对但是 因为我 我太爱这些人物了 嗯 太爱这个故事了 所以我不会希望 假如 新的一季故事不够好的话 我就不会希望说它 有这样子的延续 嗯 因为 其实停留在一个 有更多想象空间的点上 对故事并不是坏事 对人物并不是坏事 对 或许 或许你拍第二季可以更赚多 赚更多钱 但是 那不是 我一开始想要做这件事情的初衷 所以 对 不排除各种可能性 让我 让我给我一点时间沉淀一下 想一下 对你现在可能这一阵子 所以说通告上不完 必须好好沉淀一下 是是是 要想要沉淀一下 没错 好今天非常谢谢福瑞 来跟我们做这个分享 那 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看 其实我们节目也很少 会谈这么主流的 但是 就是戏剧作品 但是其实他也不是那么的主流 因为他事实上有很多是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 都很关心的这个议题 那非常谢谢福瑞 那不管他是电视剧也好 或是小说也好 甚至更早的人间杂志 或是包括这个关小龙写的八尺门的这个 这个报导摄影 都很期待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 都可以把它找来开 我想一定会有更多的这种收获 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来访问 谢谢老师 好谢谢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